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球旁边绕着我们的月亮 当太阳光打过来的时候 月亮面向太阳的那一侧 它就会是亮的 那如果背向太阳的那一侧 就会是暗的 跟地球一样 背向太阳的那一侧 就会是暗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地球看到的月亮 就会长得不太一样 如果以我们这一个月亮来看的话 我们地球上的人 在看这颗月亮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只有 它边边这一块比较亮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眼睛里面所看到的 就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每个地方 每个月亮的不同的位置 能够让我们看到的 它的角度就不一样 那这边我们有个技法 我们要去区分 它究竟是农历上半月的月亮 还是下半月的月亮 它究竟是我们的上旋月 还是我们的下旋月 我们在地球上面 我们在面向月亮的时候 如果这颗月亮呢 它是亮在西边呢 我们就说它是上旋月 那如果它是亮在东边 我们就说它是下旋月 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口诀 叫做上西天 然后呢 下东海 上旋月的话就是西边亮 下旋月的话就是东边亮 好那以这两个选项来说 我们这次看到月亮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亮在西边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上旋月 所以这边我们会选的是A选项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C座选项 它说此时三者到地球的距离比较 何者是正确的 金星木星跟月亮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八大行星的图 首先我们第一个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太阳 接下来是水星 金星 接下来哪一颗 对这就是我们的地球 好那接下来一颗呢 比较偏红色的它是火星 对然后接下来呢 木星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环对不对 这颗是我们的土星 我们常说有土星环嘛 好那接下来呢是哪一颗天王星 接下来是海王星喔 好那这边呢它问的是 请问金星 木星跟月亮 大家起快好奇 啊金星有啊 木星也有啊 啊月亮去哪里了 我们说呢月亮是地球的卫星 所以它是绕在地球旁边外面做旋转的 所以这个月球离我们的地球是最近的喔 所以我们离地球的距离呢 最远的就是木星嘛 接下来再来是谁 再来是金星 最近的就是我们的月亮 所以这一题呢就是我们的木星 金星月亮也就是我们的诸选项喔 好那这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EF 它说请问月亮在图中的移动方向 是朝右下方还是朝左下方 好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喔 好这边是我们刚刚它的那个图11嘛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它是面向我们的西方天空 看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月亮的一个情况 好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月亮的轨迹是什么吧 不知道没关系 大家听我讲解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假设呢 你是在站在台北 因为它做这张图是在台北拍的嘛 对不对 好台北大概是北纬月末在25度的地方 你站在台北 那你现在要看月亮你要往哪边看 月亮它绕行地球轨道差不多很接近赤道喔 所以你会往南方天空看 因为赤道是在零度嘛 那我们在北纬25度 我们就往南方天空看我们的月亮 那月亮呢它升起的轨迹就是它向右上方升起 然后呢向右下方落下喔 如果这边还不清楚 那我来又做一个俯视图好了 大概就会像这样子喔 中间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它是它头顶 这是它头顶 有很多的头发 好 蓝点头发 然后变绿色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它从月亮会从东方升起 然后往南一点点 然后再往西方落下 好 所以如果从侧面图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变成这样子喔 现在呢 我看它说 我们是面向我们的西方天空嘛 所以那我们的 左边就是我们的南边 那右边就是我们的北边 那我们说月亮落下嘛 是不是像右下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像右下落下的方式 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就要选择像右下方落下喔 好 所以这一题我们就选择的是 一选像 好 不知道大家这题答对了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相关考题 我们会仔细的去讲一下月像喔 也就是它的音时圆缺 或者甚至提到一点点的月时的部分 那接下来行星卫星恒星刚刚有提到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类地类目 或者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特性的话 或怎么样去区分行星卫星跟恒星 那大家就点进去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